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恶人正在引诱我上钩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真言第七章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引诱的声音 用什么引诱? 用金钱引诱我们 哇,可以赚很多钱耶 那我们就往前奔跑 用什么引诱? 用玩乐引诱我们 不要听爸妈的 现在快乐,现在玩最重要 写作业 读经不重要,玩比较重要 还有,我们引诱我们去害人,去攻击人 还有,引诱是透过了美貌 哇,我们可以让自己变漂亮一点 让更多人喜欢我们 而引诱很重要是透过话语来引诱人 经文让我们看到 真言第七章 有这个淫妇,妇人 到处说话 拉人去做坏事 而且用美丽来吸引人 用享乐来吸引人 用钱吸引人 很可怕 我们怎么得胜这些引诱呢? 经文不断告诉我们 要遵行神的话 遵守神的律法 就得以存活 就神帮助我们专心听神的话 以致我们可以有力量 拒绝这些黑暗的谎言 引诱欺骗的声音 这张的耀杰提到了 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是的 我们要起来遵守 保守神的话语 而结果神会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 远离淫妇 远离谄媚化的外女 求主让我们保守神的话 神的话就保护我们 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我们祷告 求主帮助 让每一个小朋友 能够看到 恶者正在怎么样 引诱我们 勾引我们 让我们有魄力 拒绝这些 让我们遵行神的话 认神的话 忠于神的话 求主保护我们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